新义乡罗纳以及新乡两村的灌溉用水 长久以来都是以塑胶水管引取 野心内的水来提供给农民灌溉 但由于塑胶水管容易损坏 加上水源不稳固 造成地方时常没有水可以用 这一次感谢水利局的会长 还有我们公所帮忙我们农民 这就是管线的问题 才会邀请水利局来协助我们村民 因为水打也是放太久了 所以现在有水利局来接任这个工作 真的感谢他们 新乡历经差不多五六十年的水的问题 非常严重 那么这次会长能够 洪会长能够来新乡来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是好像看到了希望 在经过说明会后 会长也表示 工程目前已经设计好 特地前往听取地方意见 并将未来改善方案 说明给地方了解 罗纳和新乡 一本身都是因 压缺的水来引灌 但是我们也知道 现在的气候异常 六大火 整个设施就会破坏掉 所以今天 特别来我们公所做说明 这个工程我们已经都设计好 也来跟地方来做报告 让大家都了解 议员王超淑相当感谢水利会的用心 尤其在会中也说明经费已经到位 期盼能够尽速发包解决光该用水的问题 我们这边的农地大约差不多200多公顷 如果在枯水期的期间能够增设我们新的蓄水池 让他们度过枯水期的农作物的改善 在我们水源很充沛的时段 就以罗纳跟新香两个村庄的部落来共同分配水源的这个区块这样子 已经有800多万的一个补助盘 已经都拨下来了 那我们近期就会来办理发包 那希望我们能够尽速来完成之后 来让我们地方这个灌溉用水能够更充值 期盼在说明会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发包施工 解决长久以来的灌溉用水问题 让农民有充足的水源可以用来灌溉 记者邱平易 新的采访报导